刚刚讲到了世界的局势 我们现在回到了中国 中国现在要面对的 已经不单纯是海外美国所联合起来的白色同盟 或是澳洲的野狼怒吼 这些都不是足以对现在的中国有任何重大的影响 就连特朗普的关税人政策 居然也完全没有伤害到中国 反而刺激了中国对美的贸易有大幅的成长 这应该也是超越了当时特朗普 也就是川普的预料 美国所收到的一些大额的关税 居然几乎都是美国人自己买单的 包含进口商以及美国的百姓 都得负担了这几百亿的关税 所以美国的贸易战所有的战国 居然都是来自于美国自己跟财团 对中国不但毫无影响 甚至因为疫情的处理不当 美国被迫封城 所造就的网购产业 也就是电商爆发性的成长 让中国制造业基本上在义务或在其他地方 都是红红火火 忙都忙不过来日夜加班 所以对外压力的方面 中国暂时没有太大的困扰 都只是暂时 老师没有讲 接下来就说这样是暂时 美国在中国现在面对的就是属于自己的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内部的权力交替 以及各种变革的运行 是否能够顺利的过渡 简单的来说台湾问题 以及中国能否在世界疫情获得完全控制之前 能够获得足够的成长 以及自给自足了 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先提到台湾的问题 主要原因是在于习近平的最大任务 就是在他任期之内必须解决台湾问题 而不是抵抗美国以及其他外交问题 就像日本首相菅义伟 他的党内不要求他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 而是他必须面对以及处理新冠疫情 以及必须要处理掉的东京奥运 对日本来说 东京奥运是无论如何都必须举办 哪怕举办了也没有什么人来参加 他都必须要去办 或是他根本就是个赔钱的生意也得办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烂摊子是不能够留给后面的首相 来处理 菅义伟的上台就是为了当炮灰 打算扛下整个新冠疫情 以及东京奥运的烂摊子 全部办完之后 党内自然会安排其他人去取代他 不过菅义伟如果真的过了这两个大问题 党内应该也不会太亏待菅义伟 无论他想继续干首相 或是享有一个太平晚年 相信自民党都会尽量的去满足他 因为你成就了一些别人不能成就的事情 其实这是一个蛮困难的道理 习近平也是一样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 没有人是不可以取代的 就算是开国元勋 毛泽东也不行 时间到你就得滚蛋 所以毛泽东后来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来试图挽救他的政治生命 一个热闹一辈子的男人 你要他十年一到滚下台去当咸云野鹤 你愿意他不愿意 而纵使如此 最终毛泽东也必须消失在历史的舞台 涂流一个神话的传说 后面的兼班人无论是谁 无论是邓小平或是江泽民 都得面临到尽完自己的责任跟义务之后 就必须推到历史的章节 把中国交给下一任的人去打理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事情的 而习近平虽然已经取消任期的限制 不代表其他人也会同意 习近平的位置上可以呆到死 这个是别人没有同意的 人说半君如半虎 这句话基本上是没有错 因为君王他本身就是老虎 时间到了老虎虎王你也会病了 也会老了虎王你也得退位了 习近平争取可以多待久一点 也是必须大部分的共产党的一些高层 包含过去的太上皇 他们都同意才能够达到的目的 很多人不太理解共产党 尤其是台湾的蓬包 你为什么习近平你可以 其实只只只只手遮天 独裁到死 其实共产党的统治 共产党统治基本上 还是以巨大的利益结构 谁能为党创造最大的利益 谁就能够待下来最久 而习近平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消灭英美在香港的势力 以及收回台湾的统治权 除了这两点 共产党上换任何人当皇帝 都不见得会比习近平来的差 只是这个历史的锅还是必须要有人背 这样各位能够了解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习近平在这个任期 就出手消灭了美国在香港CIA的势力 以及英国的残存的一些势力在 把香港的实质制权回归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上 这个部分就是他在这个任期最大政绩之一 这个事情做的不漂亮 或是做的不够好 可能就引发更多的问题 所以就结果而言 习近平算是打下了一个不错的一仗 取得了属于共产党的漂亮政绩 那么下一个问题当然就是台湾的问题 有些朋友会说台湾问题不是问题 南海问题才是问题 南海基本上是一个亚洲的通病 说实在的 无论谁上来都无法解决南海的争议 菲律宾也不行 印尼也不行 越南也不行 谁都不行 中国共产党更是不行 因为这个地方除了模糊空间之外 没有更好的办法 就像北极他的归属 到底是属于全人类的 还是俄罗斯可以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个没有一定的定论 只能暂时保持着争议以及模糊空间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第三次世界大战 大家用拳头来表决之外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更好的办法 所以南海的问题 它是一个模糊的问题 杜特蒂这次已经没有办法再选总统了 就是菲律宾现任总统 下一任的总统是谁 没有人知道 就算是亲美的总统上来 就实力上也无法跟中国去抗衡 最终还是只会选择了灰色地带的争议 但是台湾问题不是如此 从我们开始谈到了G7的声明 以及经济学人的警告 基本上一个中国的政策 已经浮上了台面化 总有一天台湾会被中国共产党收回去 甚至成为中国的一个省 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 但是为了各自的利益 大家都不希望中国能够太顺利的达到这个目的 因为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 就像什么 就像俄罗斯成兵乌克兰边境 大家看到的是现在俄罗斯的撤军 但是实际上大家不知道的 台面上给你撤了几千个俄罗斯的军队 但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边境 还有数万的精兵在驻守 乌克兰早晚会跟克里尼亚一样 被俄罗斯吞回去 各位到底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件事 克里尼亚原本他是乌克兰的一部分 而是他们行使了公民投票 高达97%的投票人赞同 要脱离乌克兰 然后重新归属到俄罗斯 乌克兰对这件事当然是不同意 美国也不同意 欧盟也不同意 但是俄罗斯同意了 所以你不同意是你的事情 我俄罗斯同意 还是真的决定 所以说乌克兰现在紧张是什么 因为克里尼亚都给抛弃他们而走了 乌克兰他还有所谓的亲俄的团体 到最后会不会推翻现在乌克兰的统治 都很难说 而回到台湾问题 广义的来说 并不是中国首要必须处理的问题 而是习近平下一个任期 才是必须要完成的目标 所以老师在美国大选落幕之后 就已经有说过 台海问题会有几年的和平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必须仰扣自重 如果他在这两年内就已经处理了台海的问题 那么把台湾给武统收回了 整个统治权都没有问题了 都完整了 更甚至他消灭了整个中华民国的存在 那么这个时候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的眼里面 他的利用价值也就差不多用完了 也是该换其他人上去当新的皇帝了 所以台湾可以享受到短暂的和平 不是因为美国的威胁 更不是澳洲的夜狼之大 认为澳洲的军力可以嚇阻中国共产党武统台湾 而是习近平在共产党内的权力游戏 还没有出手的一张底牌 而这张底牌目前来看几乎可以说 会必定会在二十大之后 下一次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如果又获得了连任 会进行的下一个他们的历史责任 也可以说习近平的下一个任期 应该就是他最后一个任期了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因为习近平他出生在什么时候 他出生在1953年 到了今年习近平已经68岁了 还算是一个有精神的老头 但是明年就69了 再干五年他就是74了 对不对 已经没有办法多干一任了 你怎么不叫他真的干到79岁 就是他想共产党高层也不会容许 一个74岁老头继续让他干到79岁 然后让他一直在那皇帝的宝座 所以习近平在座一任 必定就得退位 成为共产党众多的太上皇之一 过去太上皇都还在 比如江泽民、温家宝都还在 下一个的太上皇 当然就是变成了习近平 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前 就必须解决了台湾问题 为自己的历史定位 取得一个终极的政绩 也是一个足以名垂 中国历史千古的记录 所以真的要说武统的时间 必然会在2022年的20大以后 而20大以后 也不会立刻进行了武统 而是会在许多中国内部因素 跟上之后才会动手 是比较合乎适当的时间 所以说老师还是在维持什么 我们在2019年的看法 共产党如果进行武统 那么会落在2024年 最晚不会超过2026年 必然会解决这个两岸的历史纠葛 而真的到了那一天 现在我们中华民国台面上的 反共的一些媒体或者是一些政要 大概都是第一个想抢着归顺的 为什么 因为你第一批归顺的你的好处比较多 最后一个的当然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而真的到最后一个 黎智英就是榜样 除了饶饭你什么也饶不到 而能够加入胆小鬼游戏的这些政治人物 大概都是聪明的人 各位你觉得呢 而中国现在目前内部的问题 还要面对什么问题呢 答案就是不会太难是什么 就是大陆的海军建设 必须要至少达到三台航母的稳定巡航 以及训练 让三台航母能够通过密集的训练 来进行一个实战的准备 大陆三面领海 北边的俄罗斯应该是暂时不会动作 但是对于在日本的美军的防御 以及南海的制霸 还有台湾外海的守卫 至少需要三台航母的实力 才能够有基本的维持 我们说航空母舰 他其实并不是决策的要点 他只是一个战斗群的中心 后面伴随的是整个航母为中心的打击群 包含护卫舰 补给舰 空军 陆军的三军整合 这都不是用钱就可以单独堆出来的 是必须经过今年累月的训练 演训 航行等多样化的训练 来进行整体的实战准备 所以目前虽然可能这几个月 或是今年以内 中国第三台航母就要下水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进入到了一个备战的阶段 至少还需要两年左右 再快才真的有点困难 现在进行武统火力压制我们中华民国的军事设备 这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占领金门、马祖、澎湖也是板上钉钉 这个实力是够的 但是要真的完全封锁住我国元首以及政要的出逃 延续政权 或是他们往其他国家去逃出来 或者是接受其他国家来我们台湾外海去补给 制造动乱 那还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目前解放军既然没有美国大选的变化 威胁 那么现在当然就不着急的出手 因为拜登本身是不想打仗的 那么他可以等到海军更加完备 那么战争的重点就不会只放在海峡中线了 而是封锁了外海的进出 才是真正的决胜点 说白了我国目前的海军以及舰队以及司令部 几乎是完全在解放军的导弹射程之下 人家真的要进行的火力压制 第一波打过来 真的不用死战到最后一兵一族 人家是连一兵一族都不用损耗 就足够让我们台湾的地面设施 军事设施都陷入了火海 所以说很多人说要站在最后一兵一族 老师也只能说 你们都提案在家当兵这种荒谬绝伦的一些想法了 你觉得他能够带到最后一兵一族吗 你以为是打王者荣耀打排位战吗 是不是死了还可以重来吗 这个是没有这样子的好吗 但是战争的困难点是在于完全歼灭对方的政权延续 不然又制造一个什么 西藏的流亡政府 或是重蹈我们先总统讲功的向后方前进 建立我们复兴基地的复册 那么真的容易让台湾的民心不稳定好一段时间 除非完全封锁退路 总统投降 否则只能让总统 只要让总统出逃到其他国家 那么肯定会很难解决 这个是居士上的层面 那么第二个层面是什么 就是对内的半导体产业的维系 是目前中共这个叛乱政权 因为你们是叛乱二十几个省 对不对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中国早10年就好好发展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不是想要拿钱就可以搞定 而是认真真的去建立了半导体的工业 那么现在的中共叛乱地区 就是应该是比较有高科技稳定的状况 那就怎么样 那其实也是因为当年太相信 美国的全球化经济的理论 加上中国的人才还在培养 还有官僚体制的腐败 让科技有点青黄不接的状况 才造就了什么中国现在高科技的窘境 而为什么老师说他官僚体制的腐败呢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大家都知道了 无关不贪 当然中国是为之以更胜之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量的国戚 基本上是拿着国家的权力 干着最没有效率的事情 导致了去养了几十万个肥猫 把持的国戚去分账 底下有能力的年轻人 因为他没有背景而被打压 中国的国戚 其实老师在想这一段的时候都想 他跟我们中华民国的某些党委还蛮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你就不错了 还有另外一种想法是什么呢 不打琴 不打懒 专打不长眼 各位老师说哪个单位 台湾的朋友你知道吗 谁说什么呢 在中国的国戚里面 谁妨碍老子上班看报纸等下班 搞着什么一个创新革新改革 让我们效率更好的 谁就是国戚中不长眼的那个王八蛋 不抵制你 谁抵制你 说中国过去是如此 现在也是如此 民主制度有民主制度的问题 一党独大的制度也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阻挠中国政府能力快速发展的 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些国戚的肥猫 拿着钱不干事天天想班想的什么 下班去干别的副业干别的事 为什么 因为上班不挣钱 下班的业外收入比较好赚 所以中国真的要快速迎头赶上这些 一些比较好的高等发展 基本上国戚就是一个很重大的绊脚石 因为发展实在太慢了 大家都不想变 我拿着那一两万块人民币的兴奉 你要我做一二十万的事情吗 大家这么想就没人愿意去做 所以中国的航太科技为什么会丧失 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才 跑到私人企业里面 首当其中的就是国企的蛮憨 以及慵懒腐败 这个是现在必然的现象 所以有鉴于此 中国现在目前部分的晶片 就是提供民营企业 给他们一些补助或是免税的政策 来用资本的市场快速建立起半导体的产业 原因就是像老师刚刚说到的 国企只会让技术越来越过气 所以只能期待了民间的企业 因为有钱的诱因 有税的诱因 能够快速的发展半导体 而目前中国半导体发展的状况如何 目前来看还是有一点点小进步 包含了14奈米的进程 它的制程已经有点进步了 当然良率还是不高 但是这种技术在随着时间跟经验 还有什么有足够的订单去喂养 它的进步空间是比较大的 而真正重要的事情是 美国也没有比较先进 目前全世界最好的制程量产最好的 当然还在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所以基本上中美之间在晶片的制程部分 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对抗 而真正的战场 却也不是台积电这种5奈米的高级晶片 而是一般20奈米的晶片 这种晶片中国已经有能力自产自销了 也就是所谓的车用晶片跟手机晶片 中国完全可以独立的去生产这方面的晶片 而汽车工业又是国家级的重大工业 所以造就的原物料以及工作机会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目前中国的电动车成长 这样会变得十分的快速 而且价格一定比欧美的还有优势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基底契机 就像老师在上一期的直播有说到 中国的优势很简单 美国人在通膨 代表你的所有的物价往上增 你的百姓所要做的一些人工成本也上升 那么中国的人工成本只要你的六分之一 怎么样都不会赢你呢 所以美国放任的通膨对美国有些 资深的学者或是资本家来说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老师也认同这些想法 因为你通膨高 在这样子全球的变化里面 你就变成你的成本比别人高 别人可以赚更多美元 但是你自己成本垫高了 反而让别人赚到你美元之后 他们的成长会更好 所以这个状况到底是 他们是要抗中还是注中 这个真的是很难讲的事情 好吗 而讲到电动车市场 中国的竞争力是肯定强过美国的 这是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基础建设已经有一定的基础 你要去比较远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开车 对不对 你要开到比较远的地方 大部分人不会选择说 我真的从什么 从天津开到上海 那种傻瓜做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会选择高铁 你两个小时可以到的事情 你不用开车12个小时 对不对 或是坐飞机 更快一个小时就到了 或半个小时就到了 到了当地 你可以再选择你要不要去租车 他们现在有很多租车的APP 可以去直接当地去租车 或者是用当地的地铁 或是直接打个电话叫网约车 自己开车的距离 其实长距离的需求是不大的 所以中国的电动车 他的续航力 没有特别要求 要特别远 他只要能够每次至少达到150公里 到200公里 然后回家你就可以有地方充电 基本上就绰绰有余的部分了 所以中国的电动车 不需要追求过远的续航 只求什么充电是不是方便 还有充电的时间是不是够快 这个问题 而同样是要发展电动车的美国 因为他们新人员政策是必然要这么做的 他就不能够这么想 美国随便一出门 随随便便都是几十公里到上百公里了 如果你的续航才一百多公里 发生什么事情 充电站又不是很普遍 那么你开车出去 你可能就是有去而无回了 就算都是都会区 现在拜登的大基建也只听楼梯响 未见人下来 你真的要把预算放到地方 开始建设这些电动车所需要的充电站 最快最快最快很重要 重复三遍都得到2023年 那才会开始建设 而不是那个时候都有了 那不一样的事情 因为他们就要议会就是这样 他需要时间 而电池就是很大的问题 没有基本250公里 甚至350公里以上的续航电池 而且回家可以在家里直接冲 基本上在美国是很难卖的 但是中国的电动车市场 也就是新能源车的制造的地方 其实也没有非常成熟 大部分还是在于自动导航的经验 也没有非常的充足 以及企业对于消费者市场的磨合 也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他的基础建设是给了这些电动车 电动车的发展 有很好的一个成长的动能 例如什么 例如华为跟小米都需要 都想要做电动车 但是最终他们这两家 会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还有武林宏光或长安等等的 还有什么宏旗之类的 你会这些新能源车 会给中国当地战车什么影响 这些厂商都没有完全的心理准备 像他们游用很便宜的一个电动车 人民币可能才5万6、5万多块 但是他没有冷气 你北方人太冷 南方太热 你真的能够完全的适合吗 这个也就是很难说了 而电动车为什么对中国很重要 这老师必须要讲一个重点 因为可以减少百姓对于石油的依赖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能源制裁 那么中国也不会陷入了美国过去 所看到的石油危机 中国为什么会有石油危机 因为中国本身不怎么产油 如果伊朗陷入了重大战火 美国又联合了石油供应组织 OPEC 那么中国就会面临到的能源危机 民间就会有机会陷入了可能的重大通膨 这在美国历史上都可以看到的 但是如果都是新能源车 抱歉 中国核电厂多的事 对不对 石油对于重大工业会有影响 包含了一些石化工业 这对于中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但是对于民间的利己性冲击 就会比较少了 利己性的冲击比较少 因为我本身我是加电不加油 对不对 美国过去是加油不加电 所以说他们遇到的利己性的民生冲击 是比较大的 但中国所有交通都电气化的时候 这个冲击真的是比较小的 而最后需要的是什么 最后需要就是中国的粮食问题 中国的粮食问题是很严重的 中国跟印度一样 都将近14亿的人口 中国好像是13.66亿 每天要消耗多少粮食 各位你知道吗 这真的是天文数字的 你14亿这样嘴要吃的东西 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 对不对 但是中国跟印度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 印度的产粮的石的能力 他是远超过中国许多的 这是因为什么 不只是因为技术 技术其实大家差不多 我印度技术还比较差一点 这是因为天气跟地形的差异 所造成的一个鸿沟 这不是靠努力可以挽救的 而打仗 刚刚讲到如果台海之前要打仗 你需要的当然还是要准备良想 因为会不会美国打了什么 超限战 就是所有东西全部给你抵制 包含粮食石油跟一切东西给你抵制 但是有可能的 我们备战的时候 我们不能去 不能去用一个很相怨的说 一定只会怎么样 我们把任何最坏方法都想到了 这就是备战的必要条件 而共产党可以吸收到国民党的军队 在过去的上一个世纪 回头打烂国民党 就是因为百姓普遍在恶肚子 被国民党卸甲归田的退伍金人 他也恶肚子 所以怎么办 只好加入了共产党 打烂了那个让他们恶肚子的人 谁知道打烂了国民党 最后百姓还是因为三年艰困 十年文革 也还是恶肚子了 对不对 包括我们在永春泉的叶问 他的女儿就是在 就是在那个时候二十的 其实叶问为什么当当时有人说他是 他是国民党的特工 因为他女儿就被饿死的 你说他怎么气不气 一定很生气 对不对 所以是说这个政治争夺 就是一个骗子集团的单小鬼游戏 任何的要上位 首先要看你的骗数高不高明 各位你觉得是吗 而中国现在进行的农粮改革 他需要的还是一个时间 在去年 在去年年底所发生的什么 猪肉之乱 猪瘟 非洲猪瘟 大量的屠杀了猪资之后 中国能够应变的 还是在发现你自己的粮食 能不能自给自足 这是一个还有很大的挑战 工业化的进程 包含中国东北或是各个地方 他们为了引发稀土 或是其他重大工业 让土地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 百姓经济的大要紧 让农民没有比去外面去做一些生意 还要更好的收入 所以说弃农从商的状态也是持续的恶化 就是有继续从事农业的 还是有很多的农民 用的是过去的几十年前的农耕技术 老大爷老大妈 还是坚持这种慢慢跟慢慢除 然后一毛一亩地一亩地慢慢种 你拿他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他是农民 他的地你就只能让他种 而年轻人念完大学 他会不会回家去念去接这些农地呢 当然是不会 对不对 家里为了让你念大学 都已经借骗了亲戚朋友 供你念大学 谁知道出来了 当然你也没工作 没什么工作做 那你要回去农耕 那父母一定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就是希望你改变这种农耕的辛苦 才让你去念大学的 然后你大学念完了 你回来耕田 那干嘛送你去念大学呢 对不对 所以说到最后还是得去大都市 去打工 还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 但是经济的发展 是农工商 再怎么样 农还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现在的农业要改革 需要的 还是只有时间 这个不是说你今天丢了多少预算 然后 地里面突然给你涨庄价出来 好像你去买一箱钞票 然后突然涨出一大堆的稻米 这是办不到的事情 都必须要时间去改革 去实验 然后春夏秋冬的慢慢去实验 这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才有所进步 你是不是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 能够确定中国的农业可以大妖精 对不对 叫什么呢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的状况 这个 还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说中国现在所能够需要的 就是大量的囤积粮食 比如说中美则这些贸易协定 第一阶段他达成率只有40% 美国很不满意 但是中国你还是买了 买了什么 他真的是放到市场上大家吃吗 有些是 有些不一定是 也有些他们美国进来 可能都给放到市场上去了 中国自己产了 有没有可能存起来 这个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战备粮食 这个是一个需要去 去怎么样 去保密的地方 所以说很多事情在中国现在 他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是说 你中国一国之力 你就可以抵御到了所有欧美的势力 包含了你现在的一带一路 还有我们的RCEP 他都还没有完全落实 或是已经开始运作的状态之下 我们的世界 尤其是在亚洲地区 我们还是可以维持一个胆小鬼游戏 就是没有人想要出头 也没有人想要退让 看谁第一个发生而已 和平得之不易 但是真的有一天 当必须面对到和平的模式改变的时候 或许受伤的还是只有老百姓 中国现在所能够面对到的事情 如果都一一完备了 最快的时间也需要三年 老师在个人估计他至少还需要三年 海军、陆军、空军、核弹、导弹 你这些还有后面的两响的一些筹备 你至少最快要两年 最慢 你也不会超过五年的时间 你就可以把他筹备租 去打这一场 怎么样让他们国防完整的仗 对他们来讲或许就是圣战 但是圣战 但是对我们来说 当然就是灭国之灾了 对不对 世界在变 我们只能说 社会很单纯 复杂的 还是人 各位你说是吗 好 最后五分钟 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